盐,然后加上花椒,还有辣椒,去把它炒香 因为它的热度可以激发这个花椒的香味 顺便把两个味道一起给它释放出来了 把它炒,炒得微微有点发黄 就说明这个盐温度已经够了 好,把它灌到肚子里去腌制 从肚子里边开始腌 哎呦,烫手 对,有点烫 挺烫的 这个大概腌制半个小时 咱们采回来到马桑菌 它的口感会比较厚实一点 主要是吃它的香味 肥美的土鸡去掉鸡爪 将炒好的调味料装入鸡肚子 腌制半小时入味 新鲜的马桑菌开水入锅 去掉土腥味 焯水后的菌菇变得更加嫩滑、鲜亮 吴大哥说 对食材的每一步处理 都影响着菜品最终的口感 丝毫不容马虎 好像腌完了之后真觉得它的皮会更紧一点 腌过之后这个肉啊,你就感觉它很滑 你不把它洗净的话 它后期做出来会比较咸 太咸了吧 太咸了 准备上色了 要有蚝油 老抽 给它搓均匀 这是第二道腌制 松松筋骨入入味 对 这个油温大概要到六层 六层热的时候 对,六层热的时候 然后把这个积下去 大火炸至 可以积下去 对 它会起反应 但是没有那么的激烈 对 这个火炸就在这儿停烈 来 慢慢炸,不要急 你看在炸的过程当中 它会有很多水泡起来 对吧 这个水饭呢 它就不停地在往外走 因为它机里人手也在往外转 热油淋过肌肉表面 鸡皮急速收缩 牢牢锁住肌肉中的汁水 这是高温油炸的秘密所在 这个,这个下进去就很香了 马上就闻到这种很香的味道 好,我们就下点盐 下点底味 下点就好了 我们把它盛出来 简单地炒 我们把它塞进去 给它肚子 甜满 它是为了提香 最后我们用姜来封这个口 切大片 对,打得结实一点 给它填进去 填进去 给它来点姜片 像我们这葱姜 应该就是起到一个去腥的作用 对 超过水的马桑菌入锅炒香 为了不破坏菌骨本身的香味 炒制过程中仅用一点食盐调味 将炒香的马桑菌装进鸡肚子里 再用葱结姜片封口 这时鸡肚子里包裹着满满的馅料 层层香味由内而外地 渗透进肌肉的每一道纹理 这个盐它可以反复使用 所以炒多了也没有关系 对 就是盐菌的做法到底是什么样的原理 它的隔热会比较均匀 下入蚝油 来点香油 香油 这些用料都是前面咱们已经用过了的 对 然后生抽 老抽再上上色 上个色 这个白糖啊 白糖是提鲜的吧 对 所以没事再加咱们炖鸡的时候也来点酒取 让它炖加香嫩 然后再加入黄酒 这去腥 酒是去腥的 我来加水啊 食盐在铁锅中炒热备用 鸡肉装入瓦罐中 依次加入蚝油 香油 老抽 白糖 酒蛆 黄酒 蚝油白糖可以提鲜 香油提香 老抽提色 酒蛆则是为了让鸡肉更加鲜嫩软麻 充分调味 调色 调香后 加入半罐清水炖煮 为了将精心调制的味道 牢牢锁在瓦罐内 给瓦罐封口时 也要采取一些特别的方式 这个荷叶呢 也可以增加这个 它的香味 嗯 把我修修行 对 现在非常的烫手 对 非常的烫手 加热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的时间 就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 对 小火 用浸过水的干河叶 密封瓦罐口 鸡肉香和调料香 在瓦罐内往复循环 瓦罐放在烧热的食盐上 热量由瓦罐底部 向瓦罐闭蔓盐 将罐中的鸡肉 慢慢举熟 带到铁锅里的盐 完全凝结成块后 外表看起来波澜不惊的瓦罐 里面 早已是翻江倒海 雀跃沸腾了 每一个破裂的水泡 都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对 这个就很酥烂 那像咱们现在这个样子 就可以直接上桌吃了吧 还没有 我们还收一下汁 收一下汁 就是里面 它的香味会更浓 到最后上桌的时候 我们还会来点酱香的酒 当你揭开盖子的时候 会有很浓的这种酒香味 我们现在来烧它 大概烧个十分钟的样子 就可以上桌了 对对对 鸡肉焗到软烂后 大火收汁十分钟 加入细长的葱段 为鸡肉增添一抹清爽 为了让鸡肉的味道 更加有层次 收汁后 趁着瓦罐的余温未散 在瓦罐上喷上一层 高度的酱香白酒 然后点燃 炙热的火焰 沿着盖子的缝隙 窜到罐内 为罐里的鸡肉 增加一层醇厚的酒香 直到此时 这道韵味丰富的 酒香盐菊瓦罐机 才真正制作完成